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看自然风光 也能瞻仰古建筑 那就是佛教名山了 我国也是一个佛教大国 自古以来佛教的信徒就很多 所以华夏大地上有很多寺庙和佛像 到了现代很多保存完好的古寺和大佛像就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 见此现象 我国就决定修建国内最高的佛像 花费了12亿才建成 可是却凉了 并没有什么人去旅游参观 有客们表示 不是不去 是败不起 这座大佛位于河南 名字叫做中原大佛 身高108米 总高度208米 这座佛像现在是我国5A级的景区 而且这座大佛在建成之时 还请了108位高僧来为其开光面试 甚至很多高僧是来自外国的 比如印度和日本等 可见这座大佛不仅花费巨资 也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和人力 在这座中原大佛景区内 还有着寺庙 名为佛泉寺 是一座巨星已经1300多年的古寺 寺前有温泉 还有丰富的矿物质 可以治疗很多疾病 寺庙还有被载入世界记录的青铜柱中 上面刻着有象征祥和的花纹 然而如此出名的景区 人却越来越少了 这时自打大佛建成并被评为5A级景区之后 景区的商业化愈加严重 里面的食物和纪念品等都售价很高 并且景区的票价为120元 很多网友去过后都表示 这个票价太高了 不值得 而且利用神佛赚钱也感觉很不道德 小伙伴们有去参拜过中原大佛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将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